2018 年的年尾 在这个 Klims 吉隆坡国际车展上面 Toyota 正式发布了新一代的 Camry 这个 Camry 其实整体来说都非常的出色 但是问题在于 首先它是泰国进口 加上它的引擎还是上一代的 2AR FE 引擎 所以消费者觉得这个 196,888 售价有一点点贵 可是如果你很喜欢这款车的话 我告诉你 没有关系 今天我们的影片会比较特别 以前我们一直讲新车嘛 对不对 今天我们就来讲最佳的二手车 也就是这个 2019 年的 Toyota Camry SE70 为什么推荐这手车 很简单 因为目前这手车 只过了一年的车龄 但是它的二手价已经不到 16 万令吉 你还可以享有 UNW Toyota 的原厂 warranty 这个售价是不是很划算 今天我们就去看这辆车 到底它还有什么卖点 在 2018 Claims 发布的 Camry SE70 一开始的售价是 然后之后在去年呢 它的价格涨到了 很多人讲 哎哟这个价钱买 Camry 值得咩 不过我相信啦 这个原厂也不愿意这样子做啦 因为这个车毕竟是从泰国进口 所以在税务方面就已经跟 CKD 的车款不一样了 所以它才会有这样的价格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 现在新的 D Segment 也是越来越贵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趋势啦 这个 Toyota Camry SE70 啊 它是采用了这个 TNGA GAK 的平台打造 这款车最大的重点就是它的车身变得非常的低爱 你可以看到啊这个 Camry SE50 跟 Camry SE70 相比啊 这个 Camry SE70 变得运动化很多 没有错 因为 Toyota 就是打算将它打造成一款运动化的房车 所以呢 它这个运动氛围是非常的强的 还有人怀疑啊 为什么一辆 Uncle 车也要做到那么运动化 而且我们在试驾了之后啊 这款车的这个操控表现确实很出色 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 如果大家想看这个 Camry SE70 的试驾影片啊 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这个 Camry SE70 啊 我个人最喜欢的 头灯组还有尾灯组 因为这个头灯组跟尾灯组啊 都是采用了大量的 LED 而且它的设计线条非常的特别 如果你在晚上的话 它的辨识度是非常高的 另外呢 它的内装质感也进步了很多 以前的 Camry 啊 它主要就是 讲究这个实用 舒适 所以在内装上面啊 原厂没有太多心思去设计 或者是设计一些比较高质感的东西 可是在这个 Camry SE70 上面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质感进步了一个层次 然后它的这个人性化的功能也更多 像是这个 它的这个 冷气的触控面板啊 你伸手就可以忙操作了 所以完全不像是一些出屏的这种控制面板啊 你需要看着才可以去操控 这对它来讲是非常有优势的 这款车呢 它主打运动化 所以它的操控表现呢 已经非常接近了 OC 对手 整个底盘的这个扎实度也非常的好 重点是啊 它虽然是主打运动化 但是它并没有牺牲 Camry 以往的这个舒适性 我载过我的朋友出门啊 用这个 Camry SBC4 他们告诉我 这个辆车的舒适性啊 和上一代相比 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你可以感觉到吗 操控进步了那么多 但是舒适度没有牺牲 所以 Camry 呢 还是一台非常适合用来端家庭车的车 只是偶尔你要享受这个驾驶的去的时候 它又可以满足你 比较可惜的是啊 这个 Camry 因为车身的高度压变了 所以呢 它这个车室的内部空间受到了一些影响 和上一代的 Camry SV50 相比 这个空间表现确实逊色了一点点 但是我个人还是很满意它的空间表现啦 Camry SV 其实啊 除了在这个外观内装质感舒适性让人惊艳之外啊 它的配备其实也不阳春 甚至可以说它是同级最好的车款之一 首先 驾驶座八项的电动调整 再来呢 就是这个电子调整的这个方向盘 你可以用一个button来调整它前后上下 这个价钱 甚至你买到更贵的BBA车款 都未必给你这样的东西 再来呢 就是有一个显示度 还有这个分辨率啊 都不错的8寸主机 另外呢 还有抬头显示器哦 这个也是现在的超流Camry给你了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它的这个JBL的音响系统 还有电子收杀车以及Auto Hold 这些功能啊 都让Camry看起来非常的完整 另外呢 这个Camry SV 其实啊 还有个无线手机充电座 只要你的手机支援无线充电 丢下去就可以充电了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在这个安全配备方面呢 以前的Toyota很喜欢给你两个气囊 但是在新一代的Toyota上面 完全改变了 这个Camry SV 其实啊 除了基本的漆气囊啊 VSC啊 斜坡起步辅助等等啊 它还给你Toyota Safety Sense 这个Toyota Safety Sense啊 包含了非常多的先进安全配备 例如说这个自动紧急刹车 前方撞击易警 主动式定速巡航 车道偏移警示和辅助 车侧盲点侦测 倒车盲点侦测 远近光灯自动调节等等 都让这个Camry 成为了同级最安全的车款之一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啊 这个Camry 的新车售价可能真的高了一点点 但是有这些配备 又好像是乌有所知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 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你对这个Camry SV70 的看法 一辆车啊 有优点就会有缺点 我觉得这个Camry SV70 上面的缺点啊 其实就是它的引擎 这具引擎呢其实在上一代的这个Camry SV50 已经出现了 只是没有在马来西亚贩售 而这个Toyota 的工程师 在这个Camry SV70 上面啊 也针对这具引擎进行了油化 让它的油耗啊动力啊 还有这个宁静性会更好一点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84PS 峰值扭力 235Nm 匹配的是6速自排变速箱 其实这个动力表现在数据上来看并不会太差 但是和这个Dynamic Fox 的超过200hp相比 还有它的这个8速自排变速箱相比呢 这个引擎数据就真的是逊色了 但是没有办法啦 因为这个我相信原厂会这样子做啊 其实是因为这个Dynamic Fox Engine 的成本太高 如果我国的Camry SV70 真的引进这个Dynamic Fox Engine的话 相信它的售价已经超过了20万令吉 如果真的超过20万令吉 叫你买Camry 你还会买吗 目前Camry SV70 的新车售价是 196,888令吉 可是早前 政府在这个经济振兴配照中宣布啊 从2020年6月15日开始到2020年12月31日 这个车款将可以获得 豁免这个销售税 Camry 是CBO 的车款 所以它豁免了50%的销售税 所以它的这个豁免销售税价是 188,763令吉 你还是觉得贵吗 没有关系 去看它的二手车 目前啊我们可以在一些销售二手车的网站上面看到 2019年的Toyota Camry SV70 在卖 只是一年车 理数不会太高 而且你还可以享有这个UNW Toyota 的原厂倉价 而重点是它的售价只需要不到16万令吉 不到16万令吉 你可以买到一辆操控很出色 性能很出色 配备很出色 外观 我个人觉得也很出色的 D-Segment 房车 其实还是相当划算的 重点是你根本不需要担心这辆车有问题 因为有问题的话 这个原厂的Warranty 可以让你安全无忧 如果说今天你要买车 你的预算大概是16万令吉左右啊 我是相当建议你去看一看这个 Camry 的二手车 因为这个价格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划算的 重点是还有原厂的Warranty 你不需要担心如果车坏了怎么办 但是买车之前还是建议你可以的话找相熟的 汽车维修员呢 去帮你看看车子是不是有撞过啦 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 这样才能够万无一失 Toyota Camry 它延续了Toyota 多年来的传统 你说Toyota良好的声誉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个价位它是最佳的选择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话记得 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李卓容 诶 啊 赞订阅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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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